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日前 中国大陆假奶粉美苏丽儿被曝光后 4月1号 数百名的受害婴儿家长到江苏省南通市政府集会 抗议政府不作为 遭到大量警察驱散 并被抢夺横幅 大纪元新闻网的报道说 抗议人群打着大幅标语 上头写着 是谁让我们喂宝宝喂下毒药 假奶粉害人 无良奸商 还我宝宝健康等等 家长们是要求当局能够解决假奶粉造成婴儿受害事件 政府官员没有出面解决问题 却派出大量的警察驱散人群 还抢夺抗议者手中的横幅 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和摩擦 报道说 假奶粉事件被曝光后 当地政府曾经答应三天给家长答复 但是五天都过去了 仍然没有下文 受害婴儿的父母认为呢 又被政府欺骗了 因此才要集会讨要说法 中国大陆的网上在3月29号发起 声援广东民运人士刘远东先生的签名活动 仅三天左右的时间 签名人数已经超过500人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活动发起人表示 刘远东只不过是行使宪法保护的权利 中共当局给他编织罪名是政治迫害 广州企业家刘远东今年2月23号在街头举牌 抗议朝鲜的何时报却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 罪名为非法集会和示威游行 刘远东在行政拘留期满后 又被转为刑事拘留 理由是涉嫌抽逃注册资金罪 刘远东被刑拘也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 不断有人在网上或在街头举牌 呼吁当局立即释放他 3月29号 广东省茂名信仪市高山村大约是2000村民 游行示威到信仪市政府 抗议开发商雇凶暴力争地 要求严惩凶手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报道 因村民不同意将土地卖给开发商 与开发商发生多次的冲突 3月26号 村民在阻止强行争地时 遭到数百名身穿迷彩服 手持钢管 铁柜的人殴打 数十名村民受伤 其中20多人伤重住院 村民要求严惩打人者 29号就打着横幅前往市政府 游行队伍还沿途向路人展示被打村民的图片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